以西节书第四十章 我们被掳后第二十五年 耶路撒冷城被公信后第十四年的年初 那月的初十日 耶和华的手按在我身上 他把我带到那里去 在神的意象中 他带我到以色列地 把我安置在一座很高的山上 在山上的南面 有好像是一座城的建筑物 他把我带到那里 我见有一个人 他看来像同 手里拿着麻绳和测量杆 站在门口 那人对我说 人子啊 我所要指示你的 你都要用眼看 用耳听 并要放在心上 因为我带你到这里来 为的是要指示你 你所看见的 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 我见殿四围有墙 那人手里的测量杆 长三公尺 他量了那建筑物 墙厚三公尺 高三公尺 他到了朝东的门 上了门的台阶 量度门槛 厚三公尺 又量另一个门槛 厚三公尺 又有守卫室 长三公尺 宽三公尺 守卫室与守卫室之间 相隔两公尺半 朝向殿内 在门延旁边的门槛 厚三公尺 他又量朝向殿内的门廊 门廊升四公尺 墙柱厚一公尺 门廊是朝向殿内的 东门的守卫室 这边有三间 那边有三间 三间都是一样的长宽 两边的墙柱都是一样的厚 他量了东门 入口宽五公尺 通道宽六公尺半 每个守卫室前面都有矮墙 高五十公分 两边守卫室都是一样 守卫室长三公尺 两边都是一样 他量了东门 从这边房顶到那边房顶 就是从这边守卫室后面的门 到那边守卫室后面的门 宽十二公尺半 又沿着里面各墙柱两度 直到朝向院子的墙柱 共长三十公尺 从东门前面的入口 到后面的门廊 共二十五公尺 守卫室和东门里面周围的墙柱 以及门廊都有小窗 里面周围都有小窗 墙柱上还刻有棕树 他带我到了外院 我建有些房子 院子周围有铺石地 铺石地上有三十间房子 铺石地在各大门的旁边 比门矮一点 宽度与门的长度相同 他从下面的大门量到内院的外墙 共宽五十公尺 东面北面都是一样 他又量了外院朝北大门的长度和宽度 里面的守卫是这边有三间 那边有三间 墙柱和门廊的尺寸都与东门的一样 北门全长二十五公尺 宽十二公尺半 他的窗子 门廊和雕刻的棕树都与东门一样 人要登七级台阶才到这门 前面尽头是门廊 内院有门与这门相对 北面东面都是一样 他从这门量到那门 共有五十公尺 他领我向南走 我就看见朝南的门 他量了墙柱和门廊 大小与先前的一样 门的里面和门廊周围都有窗子 与先前的窗子一样 南门全长二十五公尺 宽十二公尺半 人要登七级台阶才到这门 前面尽头是门廊 墙柱上两边都刻有棕树 内院南面也有门 他从这门量到南门 共有五十公尺 他领我从内院的南门 进到内院 量了这门 大小与先前的一样 所谓是墙柱和门廊的尺寸 都与先前的一样 门的里面和门廊周围 都有窗子 这门全长二十五公尺 宽十二公尺半 门廊朝向外院 墙柱可有棕树 台阶共有八级 他领我到内院的东门 他量了那门 大小与先前的一样 守卫式墙柱和门廊的尺寸 都与先前的一样 门的里面和门廊的周围 都有窗子 这门全长二十五公尺 宽十二公尺半 门廊朝着外院 墙柱上两边都刻有棕树 台阶共有八级 他领我到内院的北门 量了那门 大小与先前的一样 所谓是墙柱和门廊都是一样 门的里面周围都有窗户 这门全长二十五公尺 宽十二公尺半 门廊朝向外院 墙柱上两边都刻有棕树 台阶共有八级 在各门的墙柱旁边 都有一间有门的房子 那里是喜烦记生的地方 在门廊里 这边有两张桌子 那边也有两张桌子 在上面可以宰杀凡记生 赎罪记生和赎签记生 在北门入口的台阶那里 朝向外面的一边有两张桌子 朝向门廊的另一边也有两张桌子 在大门两边 这边有四张桌子 那边也有四张桌子 共有八张 供宰杀记生之用 另有四张桌子供繁记使用 是用枣好的石头做的 长七十五公分 宽七十五公分 高五十公分 宰杀繁记生和其他记生 所用的器皿是放在那里的 周围的墙上定有钩子 各长七公分半 桌子上放有献祭的肉 内院的门外有两间房子 一间在北门旁边朝向南面 一间在南门旁边朝向北面 他对我说 这间朝向南面的房子 是给那些负责圣殿执事的祭司使用的 那间朝向北面的房子 是给那些负责祭坛执事的祭司使用的 这些祭司都是撒都的子孙 在立位人中 只有他们可以进前来侍奉耶和华 他又量了内院 长五十公尺 宽五十公尺 是正方形的 祭坛就在殿的前面 他领我到圣殿的门廊 量了门廊的墙柱 这边厚两公尺半 那边厚两公尺半 门口宽七公尺 门的内墙 这边一公尺半 那边一公尺半 门廊宽十公尺 深六公尺 人要登台阶 才上到门廊 墙柱旁边有柱子 这边一根 那边一根 中文字幕称赞 中文字幕称赞 感谢观看